经查该场所负责人刘军5月21日确诊 今日上处居家隔离期间 食安处于餐饮场所击查时 发现刘军本人于现场 三次离开居家场所之住址 并经他人指认确认为刘军无误 早餐店负责人快晒阳性 却已逆归通报 为佩戴口罩出门 以及店家环境障碍遗案 食安处接过通报后 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击查 经查该场所负责人刘军5月21日确诊 今日上处居家隔离期间 食安处于餐饮场所击查时 发现刘军本人于现场 三次离开居家场所之住址 并经他人指认确认为刘军无误 后续将待刘军居家隔离期盟后 依规请刘军陈述意见 并将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之相关规定 采取新来币2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之罚金 有关餐饮场所环境卫生机场 发现多项不符食品粮堂 卫生规范准则之项目 包含土壤区及监台开关与监台地面不解 冰箱内部及外面有不解之情况 且部分食材未覆盖 另外私人物品有共同储存之不符规定之项目等等 以责任业者限期改善完成 届时复查蒙不符合规定 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八条 依向规定 依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处新来币6万元以上 养育员以下之罚还 宁舍 非常尽政就有150号 有颜色接双方我 我们400分布 因为七将宁舍 有一つ 象周 e 有额 程度 断